一见面 施女士就抱怨说 诚意金太没有诚意了 施女士拿出了去年4月份签的协议 这是一份五星级护理年卡赠送协议 施女士说一共缴纳11960块钱诚意金 她如果在协议期内每周到店里接受一次护理服务 满40次后就可以全额退这笔诚意金 相当于是免费做护理 当时是他们极力推销我 说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活动 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她说你这个是押金 我先帮你保存在我这里 到时候等一年之后你做满40次 然后就把这个钱还给你了 施女士提供了当时店长的朋友圈和微信聊天记录 其中提到了赠送免费领 当然 协议中施女士作为乙方也是有义务的 比如要介绍一位朋友来店里消费 自己的肖像权要给店方使用一年 施女士说她已经介绍了朋友来店里 同时也按照要求做满了40次护理 但店方就是不退钱 就是说我们没有按照5到7天 这个护理间隔来来护理 说我们违约了 协议中有这样一条 建议护理时间间隔5到7天为宜 但并没有说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间隔来做护理 施女士说店方就是用这个理由拒绝退款 按照她这个要求来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一年之内做满40次 因为他们有疫情停工以及各种培训对吧 施女士说签协议的时候 新诺理发店在萧山有异路 现在已经搬到了光滑路了 记者看到理发店的门头上写着 新诺美业新年美容美发 店里的一些家务表用的也是新诺的名字 记者与店里多位工作人员沟通 都表示联系不到负责人 施女士告诉记者 因为此前和店长多次沟通未果 就把这次消费精力 以及此前在店里烫伤的事发到网上 结果店长说他造谣额钱 然后直接把他拉黑了 现在他也无法和对方取得联系 随后记者陪施女士来到萧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瓜力分局 施女士以欺诈为由提交了举报信 工作人员当场受理表示会介入调查 腰宝黄剑 记者报道